今天呢各位领导我是汉海尔湾 六号楼一单元1807号的业主 我是一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当初呢是以人才引进的形式走进了郑州 但是现在呢我却人和心呢都已经不在郑州了 因为我买到了难尉楼 其实老百姓包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想要的非常简单 就是有一个自己可以容身之处 来更好的报效这个社会对他的培养 我相信作为一个博士生 是一定社会对于博士是有一个培养的 那么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又该如何来思考报效祖国或者报效社会呢 所以我目前已经离开郑州 我希望不要再让人才寒心 不要再让高级知识分子寒心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人才 这个城市的名声就全部都完了 希望早日解决浪尾楼的问题 我们这么多家庭真的很难 要么让我们看到房子 要么看到房子在街 要么先让我们 体谅我们的难处 先让我们暂缓一下 我们走上街头也是没有办法 谁愿意 谁愿意走上街头成为另类 我把我车上踢到那个口号 我都觉得丢人 眼瞎了我买这房子 对不对 我也在这丢人 因为他没办法 我这样逼都没办法 第一个银行能不能给我们停贷 半年也行 什么时候今天开店 我就动员业主 咱们今天还贷都没有问题 我们也作为业主 我们谈了多少回 这几个我们都认识 我们一次次跟林老谈 实际上我们谈了这话号 大家等一等 是吧 现在一个月还多少 我一个月还六千多 我六千块钱 你让我住上房子 我也不用 我现在 我现在一家四口 我租个房子是两千五 我还要还六千五 我一个月就要还八千块钱 我老百姓一个挣八千 我容易吗 我一公司我得七千 我今次公司在四千多 我剩下的钱 我都不敢生病 我有病都不敢看 我真是不是说我不穷 我有病都不敢看 先给我们停贷 然后给我们盖房 我们拿的是全款 现金 我就想 我一百五十万 我买到房子 他不给我换 他就躺平了 他就没事了 然后我上了街 我都是暴徒 有天理没有 我喝了酒 你说有没有天理 我也不想走上街 我也不想成立 我姑娘言诺 我是坏人 我哪是坏人了 我都想拿一百五十万 买个房子 你把房子给我 我钱给你 你把房子给我 买个水 我给你钱 你把水给我 我是合法的公民 有错吗 你们理由那么多 我的钱谁拿走了 我们是全还换的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3号 星期三 中国河南省的这个首都郑州市 狗哥呢 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最近这几年 这个发生在郑州的这个大新闻呢 是比较的多 像去年这个郑州市区暴雨 成灾的那个事 大家呢 应该呢 是都还有印象 对不对 今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他在郑州 引发的这个一系列的事 大家呢 肯定的也知道啊 像这个河南官府 他故意让这个银行储户的受害者 他们的健康码呢 是变红 还有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他们镇压这个银行储户的事 那这两个发生在郑州的事 全世界都知道了 另外呢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郑州房地产 出现大量烂尾楼的事 这个事呢 现在一些这个国际的大媒体呢 也开始在关注 所以呢 这个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这个河南省的郑州市 以前郑州这个地儿 他好像是在这个中国云里的这种存在感呢 他不是怎么强 他不怎么受关注 但是呢 最近几年来 狗哥呢 感觉好像呢是明显的不一样啊 感觉呢是这个不少能在中国形成大热点的这个大新闻呢 都是发生在河南省的这个郑州 那狗哥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啊 还有这个这方面这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河南的郑州 他为什么最近几年在中国舆论里的这个存在感 是明显变得比较强 如果说有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网上门 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啊 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解 狗哥呢 是有一个初步的自己的看法 在今天的影片里呢 也会呢 跟大家呢去分享 先说一下影片开头的那两个小视频 大家都看到了 都是关于在郑州出现的这个烂尾楼现象 就是有一些购房者 他们在郑州花钱买了公寓啊 都是这个七房 但是呢 这些房产项目在修建的过程中呢 是突然停工了啊 这个开发商这个工程呢 突然停止了 那这些房子最后到底能不能建起来 能不能交给这些业主 都成了这个疑问 这个呢 就是烂尾楼现象 这个情况 中国的网上门肯定的都是这个非常熟悉的啊 就不用狗哥在多解释了 第一个视频里边 在郑州遭遇到这个烂尾楼呢 是一位博士 他呢 还号称是这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高级翻译 那他的这个奥巴马高级翻译这个头衔 大家呢 这个自动忽略就可以了 本来这爷们儿在郑州买的这个烂尾楼这个遭遇 狗哥呢 是应该对他去进行同情的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认为他自己是奥巴马的这个高级翻译 或者说呢 他曾经做过奥巴马的这个高级翻译 那他呢 应该呢 也不需要 狗哥的这个同情 还有支持 在这儿呢 狗哥呢 想说一下 就是河南郑州这座城市 最近这些年 他的发展呢 可能是这个真扭插 因为都能够吸引到这个曾经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级翻译 去郑州去发展事业了 所以呢 这座城市可能是真扭插 是不是这个郑州 他呢 也快是属于这个中国的一线城市了 另外 这位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这个博士爷们儿啊 他说的好几句话 实际上狗哥呢 是比较有感慨啊 大家从这小视频里边都看到了 他呢 是不断在强调他自己的博士身份啊 不断在强调他自己呢 是一名人才 不断在强调他自己呢 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这些个身份呢 可能是没错 但是呢 他在这个视频里边又说啊 其实这个中国老百姓啊 包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想要的非常简单 就是有一个自己可以容身之处 也就是说呢 就是想要有一个安全的住所 还有房子啊 说这个他们想要的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儿的狗哥呢 就特别想说 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啊 特别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边 所谓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 就像这位啊 世界名校的博士爷们儿 他想要的呀 其实不应该像最普通的老百姓那么简单啊 最普通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 包括很多很多这个中下层的 这个中国的红老门 他们最主要关注的就是日常的那些个吃喝拉撒睡啊 然后这个他们再刷一下抖音或者快手就可以了啊 他们的这些关注和要求呢 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一个社会里边的高级知识分子 还有这个狗哥经常讲的 一个社会里边的这个基因阶层 他们的关注和要求呢 显然比这个普通老百姓呢 要更多一些 并且呢 要这个层次更高一些 其中就应该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公共话题 并且呢 他们应该在这个推动社会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方面啊 包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精英阶层 应该做出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还有行动 所以呢 小视频里边的这个博士爷们 一方面 他是非常高调强调他自己的这个精英身份啊 但同时呢 他又讲 他想要的是这个非常简单 跟这个普通老百姓一样啊 只是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今天呢 必须要很醍醐灌顶的对他讲啊 正是因为你作为这个中国很牛叉的精英人士 但是呢 你在中国的这个要求和诉求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你才有这么大的机会遭遇到了这个烂尾楼的悲剧 狗哥讲这句话 这种逻辑 长时间关注狗哥的网友们肯定呢 都能够明白 用这个更直白的方式讲 就是像这位博士这样的 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啊 精英阶层里边的很多很多人 他们平时呢 只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们根本不怎么去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 还有社会公益 这个呢 也是导致中国这个社会开道车 经济和社会出现持续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这种倒车还有倒退 不仅会伤害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也必然会伤害的中国精英阶层他们自己本身 就像这位啊自认为黑牛叉的这个中国的博士爷们 他在郑州买到烂尾楼房 让他非常非常的寒心 还有无奈 其实呢 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表现 就说呢 中国的精英阶层们太自私 不去做出更多努力去阻止社会开道车 那这个社会他越来越烂 也必然的会伤害的精英阶层他们自身 今年中国的有一个这个越来越火的话题 就是润 就是这个精英阶层呢 向中国墙外边呢 去移民跑路 但是呢 大家都可以知道 这个能润的毕竟呢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 中国社会精英阶层里边的这个绝大多数人 他们的是润不出去的 他们是不能润的 所以呢 这个中国社会里边危机越来越深化 那这些精英阶层里边的绝大多数人 也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 第二个这个小视频里边 买到烂尾楼的那位郑州的男士 他自己的遭遇 他自己讲的就更清楚了 他应该呢 是买了一套这个总价150万毛币的房子 每个月房贷呢 要还这个8000块 但是呢 很不幸 这个房子呢 是烂尾了 什么时候 这个能拿到房住进去 这个呢 完全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每个月呢 他还是要还8000块钱的房贷啊 现在 他这个家庭租房住 每个月的房租呢 还要这个花2500 他跟他媳妇每个月的这个总收入 是大概1万1000块钱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算一下啊 他这个家庭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去掉每个月 要给银行还的房贷 还有他们这个租房住的房租 那基本上就不剩啥了 可能只剩下这1000两块钱 所以呢 那他们在郑州这个准中国一线大城市里 还怎么活下去 对不对 大家呢 从那个录音里就可以很明显的是感受到 就是这位郑州的男士呢 他已经是这个快崩溃了啊 当然了 他当时呢 可能是喝了一点酒啊 酒后吐真盐 这个呢 就是现在在中国出现的这个越来越多的房地产行业 烂尾楼的这个状况啊 这个状况其实在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自古以来 他有存在 但是呢 最近这些年以来是明显的增多 而且呢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受到关注 大家来看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 在今天7月13号对这个问题的报道 中国多地业主集体停还房贷 地产风险或向金融体系加速传导 中国的这个烂尾楼现象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烂尾楼盘的业主 他们现在呢 是开始这个抱团组织起来 拒绝为这些烂尾楼盘继续向银行还贷款 这个状况大家呢 肯定呢 也能够理解 你就像第二个小视频里边 那个要崩溃的那位郑州的男士 他买的房子烂尾了 他每个月还要向这个银行还房贷呢 是有这个每个月啊 8000块钱 但是呢 他每月向银行还的这些钱 对解决他房子烂尾的问题 没有任何直接的作用 因为这些钱 跟这个房子开发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些钱呢 并不会资助这个开发商去复工 继续建这个烂尾楼 所以呢 即便是这些业主 他们继续每个月 还是向这个银行还房贷 按照合同 还这个20年 还30年 也没有办法保证 最后他们就能够拿到他们自己的房子 这个呢 就是现在啊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烂尾楼盘的业主 他们是抱团 集体拒绝向银行还房贷的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你即便是按时还了房贷 你还再多了钱 那你这个房子 很可能呢 还是这个烂尾啊 你还是拿不到你这个房子 对不对 所以呢 干嘛 要这个继续还 当然了 这个呢 也是这些业主 他们采取的一种集体的行动啊 通过这种行动 向银行 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呢 是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去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 是一种 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这么一个方式 这个道理呢 其实呢 也不难理解啊 就是你如果说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房地产的业主 都拒绝向银行还房贷 那中国的这些个银行金融体系 很快就会爆发这个大的危机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政府呢 他就这个必须要关注啊 这个呢 就是 新加坡联合早报 今天报道里讲的 说中国的房地产风险 正在向金融体系加速传导 就是这个道理 那中国这种房地产危机 它到底会导致中国的金融体系 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还有危机 国在今天呢 就不想一讲了 因为这个未来不可预测 一切皆有可能 反正现在可以非常确定的情况 第一 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行业 它已经是处在这个非常深刻的危机里边 过去20年这个行业什么这个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都可以肯定是结束了啊 而且呢 是一去不返了 所以呢 大家呢 如果考虑 在中国投资房地产 还是一定要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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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谨慎 前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 说这个香港的股市 恒生指数是剔除了八家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其中呢 又包括你像这个中国恒大 融创 家照业啊 等等这些很有名的这个房地产的公司 那这个事呢 也是很清楚的说明 中国房地产行业啊 正在陷入越来越深的这种危机之中 这个呢 是第一个可以确定的情况 第二个可以确定的情况 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体系啊 它呢 也是这个危机重重 前景不可预测 最近河南村镇银行这个爆雷 存款取不出来这个事 大家呢 都感受到了 对不对 狗哥的建议呢 就是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网友们 尽量呢 是不要再把钱放在这些小银行里边 最好呢 是放在大银行里边 然后呢 如果说有渠道有能力 最好呢 是把其中的一些钱呢 放在中国墙外边的这个银行里边 这个呢 就要资产的这种分散配置 就首先呢 大家呢 应该把这个鸡蛋呢 是放在一些比较安全的篮子里边 然后呢 这个最好呢 呃 还要分开放在几个比较安全的篮子里边啊 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这样呢 你才可能尽量的会降低风险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可以确定的情况啊 最近这几个月呢 狗哥呢 也是一直在讲 就是全世界现在呢 也都是处在一场大危机之中 你像这个疫情 战争 物价暴涨 还有像这个日元持续暴跌 这两天这个欧元 他呢也跌到跟美元一个水平线 还有这个很多国家 他的政治出现不稳定等等 像这些 都是在表明啊 现在全世界都处在一场这个大的危机里边 而且呢 这场大危机的前景 从现在来看呢 还这个很不好预测啊 他到底要持续多长的时间 他的将来是会变好 还是说呢 他会变得更糟糕 像这些呢 都不好说 所以呢 狗哥呢 给大家的建议啊 这几个月 一来呢 也是一直讲 就是在投资方面啊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另外呢 就是尽量要保持自己每个月 有这种比较稳定的收入啊 现金方面 当然了 肯定呢 有一些风险偏好比较高的网友啊 也有这个比较善于在危机中发现机会 发大财的这些个网友 那对于这些网友 狗哥呢 就说他们呢 是有好运气啊 能够这个善于转危危机发大财啊 这个呢 是狗哥这个比较中心的祝愿 但是呢 对于绝大多数这个普通的网友 狗哥呢 还是建议在这个投资方面呢 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刚才狗哥是又刷了一些新闻 就是看到现在全中国呢 据说是有超过50个烂尾楼盘的业主 他们呢 是都这个联合起来 是集体拒绝继续还房贷 其中在郑州呢 就有这个20多个烂尾的楼盘 中国的网友们都会知道 就是像这种拒绝还房贷的行为 基本上都会上这个银行的黑名单啊 还会影响到这些业主 他们的这个征信和信用 但是呢 你像这些烂尾楼盘的业主 他们因为这个房子烂尾这个事 基本生活都快这个活不下去了 很多人他都要崩溃了 那人家还要这些征信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可我呢 再聊一下 就是关于郑州这座城市 还有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像郑州这些烂尾楼盘的业主 还有这个像河南村镇银行里边的很多储户 从收入上讲 他们应该呢 都是属于这个中国的中产阶层 这个呢 大家呢 应该都是认可的啊 狗哥在这个影片开头 提出来过一个问题 就是感觉郑州这座城市 最近几年以来 在中国舆论里的这个影响力呢 是变大了不少 狗哥自己认为的这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郑州这座城市啊 最近十年以来 它可能是发展的是确实很快 然后呢 就导致了这座城市里边 大量中产阶层的出现 那一座城市里边 中产阶层人群多了 他们就必然呢 会有更多的在衣食住行 这些基本需求之外的 更高层次的诉求 他们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呢 也会变强 我认为呢 这个可能就是郑州这座城市 在中国舆论里边 影响力增大的主要原因 就是最近十年 郑州这座城市 它在经济上发展的很快 然后呢 就制造了大量的这个中产阶层 他们发生的这个能力呢 也在增强 这个呢 就导致郑州这座城市啊 它不管是这个好的新闻 还是坏的新闻 那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呢 也都在增强 像最近河南村庆银行 还有郑州烂尾楼这些事儿 还有这个河南 把健康码故意变红这些事儿 如果说这个河南啊 郑州还是像以前那样 主要呢 是这个农民和农业社会 那这些事儿呢 根本就不会引起来中国舆论那么大的关注 所以呢 通过这些事儿 狗哥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观察 就是这个最近二三十年 中国经济它的快速发展 已经是在中国是制造了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中产阶层 本来这个中产阶层 他们是可以继续成长 成为这个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啊 推动这个中国真正变文明的基础 但是呢 很遗憾啊 这个最近 现在中国呢 是又进入了一个这个开道车 经济下滑的这个阶段 狗哥的观察就是啊 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里边的很多人 他们很快就要重新返回到这种贫穷状态 啊 变成这个中下层啊 中国的中产阶层 他们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 他们让中国社会变更为明的这个任务 可能呢 还没有真正开始 就被中国整体开道车的这个状况终结了 狗哥在最后说的这句话呢 可能是这个很大 这个比较的抽象 但是呢 大家呢 都可以仔细的琢磨一下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